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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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片之前 记得点赞、分享、订阅 按旁边的小铃铛 几时有新片就可以即刻看到 今个马柜差不多杀科 马会开始审议新一季的骑电阵容 而牌照委员会 今日就召开了会议 内容主要是下季的骑电牌照 及各项的条例修订 最重要一项改动 就是联马斯的逐牌准则 只在香港设仓的 就由现时最低要求的16V降到14V 有重化仓的就由18V降到16V 以上的改动还要即时生效 另外5班只计2V这个限制即时解锁 所以今季赢了15V的郑俊韦 已经可以宣布成功毕业 而徐宇石只欠一场头马 丁冠豪就还差5V才上岸 讲开联马斯 大部分只要通过体检都可以逐牌 暂时得容天牌不确定 等牌委会容后再考虑 至于丁冠豪如果今季不够 就要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解释 新一季新开仓的就指得早前公布 英国籍在澳洲联马的尤达荣 他已经可以开始收马 马房暂时有两只未改名的马 分别是J508和J516 尤达荣的副链拍档 会是现任伟达马房的李子韦 至于重化副链是前騎斯徐君黎 换言之 尤达荣开仓首季就可以在重化开仓了 騎斯阵容和联马斯情况差不多 大部分外籍騎斯都拿到全规牌照 包括潘顿、田泰安、布门、艾少礼、艾都拿 巴道、班德礼、董明朗、霍宏星、康明年、希威森 至于湯普新的牌照 就由未来的季9月开罗至12月8日 看今季湯普新初到季境 暂时赢了6场头马 看下他下季可不可以争取成绩 延长香港的策链牌照 本地騎斯方面 王志宏继续与师傅放家下合作 而陈家熙和毛衔东 由于今季成绩未如理想 被列入观察名单 如果下季策链表现 和出赛之数没有显著改善的话 在下一季随时可能会不获发牌 陈家熙今季赢过5场头马 代表作是两胜荒堂武士 而毛衔东赢过两场 包括满士郎和大红袍 你两位华将真是要加油啦 BBB 歐国杯6月15日开播 今期6月8日 敬波随步送晋级头 还有分组战力分析专题 记得去补摊或便利点买啦